各位朋友好,欢迎来到在水一方 今天是元宵节来逛法拉圣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,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 农历中的元月意味着一年的开始 那么夜又称为宵 所以把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也就是正月十五日称为元宵节 我们的习俗除了吃汤圆,赏花灯,菜灯泥之外 还有无数的充满诗意的诗词 最熟悉的就是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 人渊黄昏后 还有星期级的重礼群他千百度 木然挥手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说到汤圆,汤圆跟元宵是不一样的 我也是傻傻分不清 而且听说汤圆 北方人吃的是甜汤圆 而南方人吃的是咸汤圆 我不晓得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的 我比较喜欢吃咸汤圆 所以今天想在这里找找看 有没有卖咸汤圆的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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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